我們EETV很高興請到黎智英先生做個訪問 我們想問一下黎先生 我個人身份地說 我一直都支持蘋果日報 因為起碼我有選擇不同的聲音 但我見到之前在你的屋子擲刀 現在又在你那裏出了禁制令 那些人仍然又戴著口罩 警方又叫他不要派給他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害怕 我想問一下你 你對於新聞這樣你會怎樣 現在沒事的 現在沒了事了 他現在這幾晚都是來 拍照就走了 就是拿錢的 但那些報紙還能出到的 現在出到的 那對於你有沒有信心在香港繼續 你還可以運作到呢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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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人身安全你擔不擔心 不擔心 我有這麼多保鏢在旁邊 不是保鏢來的 這些是東方記者 跟著我24小時就不用怕 大哥 那東方就一定安全有得出的 那擔不擔心你 我們支持你 是啊是啊 那擔不擔心 譬如23條立法 那你們東方 你們蘋果日報可以出呢 不會的 23條立法都可以出的 其實他立不到法 很難容易立法 23條現在不是那麼可怕的 23條到現在不是那麼可怕的 那些不用怕的 沒有的 沒有事的 但你蘋果的網上動新聞 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收不到 因為被人欺負嘛 被人欺負嘛 那你都要捱的啦 欺負就收回好 欺負後再收回好 那就沒辦法了 是吧 有人搗亂就沒辦法了 好啦 希望你繼續為我們香港市民發聲 大家都這麼說 大家都這麼說 好 謝謝你訪問 OK 謝謝大家